西部矿业的上市融资之路 资本圈里时不时都要被人提及 不是因为西部矿业本身有多牛 而是因为高盛玩的一手离毛换太子 在不合规的情况下布下暗棋 最高时账面收益达到了200倍 这着实让国内资本涨了见识 对于见过了大风大浪的高盛来说 这也绝对是值得骄傲的战绩了 而同时另外一家股东 则玩起了一招令整个投资圈都侧目的幽灵资本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幽灵高盛与西部矿业的故事 欢迎关注摩尔的频道 查案点赞是对摩尔最大的支持 谢谢 这事还要从1985年说起 身处柴达木盆地的西铁山矿物局 来了一个稀罕人 一个20多岁名叫毛小冰的年轻小伙子 拿着一本大学毕业证来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地的矿工都说 这个后生怕不是脑子有毛病 大学生在北京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可来到这个片院的地方 没啥前途了 熬了十年后 他成为了这个矿物局的掌门人 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并在2000年改名为西部矿业 虽然毛小冰的能力出众 把一个濒临破产的矿物局 发展成为一个盈利颇丰的公司 但是到2003年 其一年的净利润也不过只有7900万 对于需要大量资金的矿产行业来说 拿这点钱根本就没有扩张的可能 随心便便拿个项目都要过亿 于是脑子活络的毛小冰就放出了要增资扩股的消息 因为这几年西部矿业一直在高速发展 虽然体量不大 但是前景可观 于是引来了众多的资本 最终西部矿业第一次增发了1.9亿股 三块钱一股 一共募集了5.7亿人民币 其中具有中科院背景的湖北红郡持有14%股份 东风实业持有10% CMP持有5% 还有另外几家国内企业持股 当然这5.7亿也为西部矿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但同时也招来了诡异的幽灵资本 这怎么说呢 先说这个CMP 它本来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公司 跟网易新浪谷歌阿里巴巴一样 在这注册是免税 它的实际控制人是一家名叫CM的纽约国际基金 而这个基金是由两个人 罗伯特和保罗创立的 这俩人也都是狠角色 之前都是全球知名的老虎对冲基金的经理 在老虎基金关闭的时候 一起成立了CM 这哥俩也都继承了老虎基金那种凶猛的打法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 成为了一直不可小觑的力量 两人的基金甚至还是2004年 国际咖啡期货市场暴涨20%的幕后推手 但是这次豪赌之后 两人也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个主张继续推高 一个主张见好就收 两人矛盾不断计划 后来保罗索性不玩了 就向法院提出了解散基金的请求 这美国法院也是神速 2004年10月份就宣布了CM基金清算 也就是说2004年CM基金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这个时候在西部矿业那就出现了 诡异的一幕 一直到2007年上市 CM仍然是西部矿业第七大股东 CMP的实际控制人 分享着西部矿业的每年分红和分股 当西部矿业上市后 CMP当初投资的4800万 就已经变成了34亿的市值 可是其实际控制人都不存在了 这个第七大股东就如同资本市场上空的一个幽灵一样 公司都没了 照样拿分红 而身为西部矿业上市的保健人瑞银证券 居然也没有发现 这是瑞银工作失误 还是不想发现 亦或是有其他猫腻 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到现在也没人站出来说个一二三 既然幽灵都可以分红 那不管有多离谱的资本操作 在西部矿业估计也都不算什么了吧 一向目光绿丽的高盛也盯上了这个飞扬 CMP这么玩都可以 那我要耍点小手段 应该也没啥事吧 刚才说了 西部矿业的第一次增资扩股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叫做东风实业 它在香港注册 当时很多人都说 这是不是东风集团在香港设立的公司 更有甚至说 是不是在香港设的小金库 但实际上这家公司跟东风集团 没有半毛钱关系 2006年6月份 国内的资本圈里流传起了 高盛要投资西部矿业的消息 这在资本圈炸开了锅 要知道 高盛可一直都是投资界的风向标 高盛要投资西部矿业 至少证明高盛对西部矿业长期看好 于是各路资本开始疯狂收购 西部矿业的股份 7月20号 传言变成了事实 高盛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高盛战略 以三块钱的价格 于东风实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高盛只花了9615万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诡异的一幕 也就是说 东风实业投资西部的时候是三块钱 过了三年后 又以三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高盛 在准备上市的捷骨眼 本来是可以大赚一笔的 这公司是不是傻了 咱们先来看看其他几家公司出售股份的情况 同为第一批老股东的维维集团 以七块钱每股的价格卖出去 新达金银以十块五的价格卖出去的 这东风实业三块钱卖 是不是脑袋秀痘痘了 更诡异的是 高盛旗下的全资子公司高盛战略 是在7月24号成立于美国的特拉华州 也就是说 高盛战略还没成立的时候 就跟东风实业签订了转让协议 这也引起了大讨论 东风实业跟一家还没成立的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真的就这么放心 真的就这么着急吗 还以明显地域市场公允的价格被收购 那高盛跟这家东风实业之间 没点猫腻 恐怕谁都不会信了吧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 东风实业就是高盛控制下的 一个影子公司 在上市前变更为高盛自己 那为何高盛会如此大费周章呢 因为当时对于券商 直接进行私募股权投资 政策是不允许的 所以就来了一手离猫欢太子 让东风实业打头阵 刚才说了 2006年的时候 国内的一大批资本都跟着高盛的步伐 买入大量的西部矿业的股权 但是因为西部矿业2006年就已经在做上市的准备了 所以他们拿到的股份价格都普遍较高 所以高盛就有意无意的暗示这些资本 要求西部矿业上市前送股分红 以摊薄美股成本 毕竟这些资本买多了还是有坏的 最后居然还真的实现了2006年年底 通过转资和分红股之后 高盛持有的股份从3250万股猛增到1.9亿股 而其成本则摊薄到了0.34元一股 这一切好像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一样 高盛放出消息吸引资本高价进入 然后穿夺资本要求转资股份 高盛的成本降得更低 这一切都为上市做准备的 而西部矿业也没让人失望 上市之后股价就迅速攀升 当然西部矿业在高盛的整个布局中 只是一个棋子而已 高盛在全球也投资了多个国家的矿业公司 当时高盛在全球矿业金融期货市场 大力推高价格 然后致使全球的矿业股票也跟着大幅攀升 西部矿业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2007年7月12号 西部矿业上市 当天股价比开盘价飙升了144% 达到了32.97元 最高的时候甚至涨到了68块5一股 这是啥概念 也就是说 至少高盛的账面收益率是 百分之两万两百倍的增值 太疯狂了 高盛手里的原始股 在满一年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大量的甩卖 按高盛的说法是 因为08年金融危机 公司急需现金流 所以才抛售股份 但是因为持股实在太多 用了6个月的时间 减持了1.1亿股 这就类似于羊群效应 当初跟随高盛的那些各路资本 一看高盛不玩了 他们也跟着坚持 即使股价下跌 因为当初通过转增之后 大家的持股成本都非常低 所以即使股价下跌 自己还是有利润的 但是这却苦了那些 二级市场上的散户兄弟 高位接盘 最终高盛在跌跌不休的股价中 赚了17亿而离场 高盛的前董事长 贝兰科凡就说过 因为中国的企业 对资本市场的意志半解 所以高盛在中国才可以横行无忌 但中国人吃一欠长一智 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两次 与狼共舞 自然也要学会狼的舞姿 你说是吗 那对于高盛的暗影手段 您还知道哪些呢 您的留言 可能就是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 感谢观众猫眼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